青晨三點半白蟻男子情緒失控 朝著圓警猛揮好幾拳 好在圓警反應勾快 用右手擋住了攻擊 一旁圓警劍撞 立即上前幫忙壓制 壓制過程中男子不斷反抗 圓警只好拿出辣椒水控制 事發者在花蓮警方接獲民眾報案 指稱一名男子倒臥路旁 圓警趕到場後發現男子全身散發酒味 一旁記者倒在地上 男子膝蓋也多出擦傷 圓警依法實施酒測果然超標了 花蓮市民旅路上一名男子倒臥路邊 本分局同仁破爆到場後 發現男子全身散發濃厚酒氣 膝蓋有擦錯傷 且機車倒在道路上 圓警幫忙男子交救護車 也陪同在路旁等待 等待期間男子一直吵著 要打電話給媽媽 圓警請他拿出自己的手機撥打 但他表示手機因為沒腳錢被斷畫 圓警向男子允諾回到派出所會 拿釋話讓他撥電話 沒想男子沉默了一下 竟然出手攻擊圓警 造成圓警右手紅腫 後續男子已被依涉嫌公共危險 及妨礙公墓移送偵辦